本文獲得作家硬順勾的授權 轉載自她的Facebook 標題是 人是她一生所有選擇的總和 略談李懿一生可以的兩件事 長時間以來 李懿都被人懷疑是中共間諜 在她的回憶錄中 她也多次提及 曾為中共調查部 搜集台灣和海外文化人的動向 為此曾得到中共安全部門的肯定 她的妻女以調幹 即是幹部調動名義 移居香港 妻子經安排在左派出版社工作 住家也由左派分配 李懿提到她的直接領導者藍珍 藍珍之上是香港中共調查部負責人潘靖安 李懿曾被安排訪問北京 並接受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清祥的接見 羅清祥是周恩來的秘書 掌管中共秘密情報工作 李懿有這種待遇 證明當時她受到重用 這些都是事實 李懿直應不諱 當她在左派圈子內 從事中共交付的工作 這個在當年的政治環境下 是經常發生的事 中共搞秘密工作經驗豐富 隊伍龐大 不同界別不同層次 都有大量潛伏人員 在此長期不間斷做工作 相信李懿只是在編輯雜誌之餘 隨時會報一些她認為 中共會有興趣的文化界動態 這些動態 可能對中共的統戰工作有用 也可能對具體的人造成某種傷害 這些都是中共體制之內發生的 李懿既然在這個體制內 這種事情基本上不可避免 據陳松霖親口告知 她在70年代工作的時候 也曾經為安全部門向海外人士 寫過策反信 至於70年代和中共決裂之後 李懿仍多次往返大陸 有人懷疑她是中共派遣的臥底 這主編70年代 來到搜集台港與海外文化界的情報 這一點就缺乏了說服力 說中共為搜集情報 和李懿合演一出苦肉計 表面雙方決裂 背後是給李懿提供一個平台 方便遊走於港台海外文化圈 這個在情理上說不通 李懿借70年代接觸海外文化人 能夠拿到多少實質價值的情報呢 最多也就是文化界某些重要人物的動向 他們舉辦的活動 他們與美英和國民黨的聯繫等等 這些情報對中共的價值 只屬一般性質 起不了什麼關鍵的作用 比起70年代在海外知識界的影響 比起李懿辦這份雜誌 對香港民主運動的推動作用 比起這份雜誌 對包括我在內數十萬大陸新移民的啟蒙 對香港抗爭青年的感化作用 那些所謂情報的價值 只是邊緣性的 無關大局的 只是狗牛一毛 既然李懿辦70年代 對中共根本利益有巨大傷害 相反的 李懿借辦雜誌的身份 掩護去做情報搜集 所得的又屬雞毛蒜皮 兩者不但不能對沖 甚至是虧本買賣 你以為中共會蠢得這麼交官嗎 李懿大半生和兩岸三地文化人廣泛互動 和眾多知名反共學者和活動家有深入交往 如果他是中共特務 也不可能不造成明顯的傷害 我們沒有證據證明存在這些傷害 因此 說李懿是中共特務 乃是無中生有 李懿是中共特務這個污名 會不會是中共自己放出來的呢 大膽假設 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要傷害李懿 沒有比這個污名更好用的了 在人格上謀殺敵人 這是中共慣用的手法 比如污衊許張潤召妓 或者在海外民運圈內製造流言 破壞團結 這些都是不需要任何成本的好買賣 除非我們掌握確鑿證據 否則對散佈這種流言的人 要提高警惕 我和李懿沒有私交 來往僅僅限於食飯閒聊 無權議論他的為人處世 除了不認同他的某些具體觀點之外 唯有那一次他被指控抄襲 有損他的正面形象 那次的抄襲事件 就我看到的本文 李懿實在很難擺脫這個污名 令人廢解的是 李懿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以他的文筆和思想 要寫同樣的文章 可以說是不費吹灰之力 與其抄不如自己寫 為什麼李懿要出此下策呢 更不該的是 事件被揭露出來 他非但並沒有認錯 還陣陣有詞 我忘記他提出什麼理由 來為自己辯護 不管是什麼理由 也不可能另一次抄襲合理化 問題不是以什麼理由抄襲 問題是有沒有抄襲 有抄襲就是錯 並沒有任何理由 可以被抄襲成為理直氣狀的事 有人說揭露他抄襲的人 為人不堪 這也不是為抄襲辯護的理由 錯就是錯 跟誰揭露無關 一個壞人揭露一件壞事 那件事不會變成好事 這是很簡單的情理 沒有人明白李懿做這件事的動機 或者是一種不良習慣 或者是他文藝青年時代 這種大規模引用他人文章 即是沒有著名出處 不算是一種不明欲的行為 不管如何 這也算是李懿這個不平凡的好人身上 一個不明欲的行為 正如一個人走路 走一走就掛一腳 他將自己的一生走完了 留下了一個不太好看的腳印 讀失敗者回憶錄 不時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 我和其中一些人也有過交往 以後再隨時作一些回應 不管如何 讀這本書足以了解李懿 也了解這個變動不居的時代 本篇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反映大紀元的立場 訊真正真正真正中 我可以把揆円擦 否則有 100金織 豍若